英女王在白金漢宮出席花園派對 被影倒私底下向倫敦警方人員 批評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放英的時候 中方代表團無禮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0月對英國進行國事訪問 期間同夫人彭麗媛到南開下宮 同威廉皇子同夫人凱特見面 談兩國文化交流 時間不夠一年 原來在那次場合 中英雙方曾經發生不愉快事件 在白金漢宮今年首場夏季花園派對曝光 公務大臣皮爾向英女王介紹 倫敦警察廳指揮官奧爾世 英女王口中所說的大使是英國駐華大使吳伯納 奧爾西說當時吳伯納就在她身邊認為中方人員非常無禮 整段對話被攝影師拍下並發送到全國廣播機構公開 白金漢宮說不評論英女王的私人對話 但強調去年習近平的國事訪問非常成功 中國外交部也沒有正面回應英女王的言論 習近平主席去年10月對英國的國事訪問取得了非常成功的 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訪問 而且雙方的中英兩國的工作團隊都為此做出了極大的努力 對這一點中英雙方都給予了高度的認同 美國太空總署透過開普勒望遠鏡發現1284顆太陽系以外的行星 打破了紀錄 太空總署說新確認系外行星入面近550顆是與地球類似的岩星星球 有9顆位於宜居大 表面或有液態水 開普勒望遠鏡